就在那一天 他们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 村名鄂马乌 离耶路撒冷约六十四塔迪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是 正谈话讨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与他们同行 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 以致认不出他来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 一个名叫克罗帕的 回答他说 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 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问他们说 什么事 他们回答说 就是有关纳扎勒人耶稣的事 他本是一位先知 在天主及众百姓前 行事说话都有权利 我们的司机长及首领 竟借送了他 判了他死罪 盯他在十字架上 我们原指望他就是 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可是 此外还有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 已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有几个妇女 惊吓了我们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没有看见她的遗体 回来说 她们见了天使显现 天使说她复活了 我们中也有几个 到过坟墓那里 所遇见的是 如同妇女们 所说的一样 但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于是对他们说 爱 无知的人啊 未信先知们 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 竟是这般迟钝 墨西亚 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才进入她的光荣吗 她于是从 梅色及众先知开始 把全部经书论及 她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了 当他们临近了 他们要去的村庄时 耶稣装作还要前行 他们强留她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快到晚上 天已垂暮了 耶稣就进去 同他们住下 当耶稣与他们 坐下吃饭的时候 就拿起饼来 祝福了 拨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 耶稣来 但他却由 他们眼前隐没了 他们就彼此说 当他在路上 与我们谈话 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遂及动身 返回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门徒 及他们一起的人 正聚在一起 彼此谈论说 主真复活了 并显献给西马了 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 即在分禀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述说了一遍 上主的圣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